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看得下是附錄的部分 附錄的部分可以說是這一章的重點 好 這張就前面就有一個分歧環本 可能對於大家來講是比較新鮮一點的 可能在初冠裡有提過的 可能在我們第四章 第四章有些東西其實在我們第四章有講過 比如說剛剛看到的長期應付票據 其實在我們第四章也講過了 所以這一章裡面對大家比較新的 應該就是什麼 附錄的部分 所以這附錄是我們這一章的重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章裡頭 所以這邊為什麼很重要呢 就是說 到底我們人家欠 我們現在講負債對不對 好 我欠了人家的錢 我還不起來怎麼辦呢 好 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這一章 在後面的附錄就是要去談 如果你發生了債務困難 跟人家協商 好 協商了 債權人同意 那我們的交易分路要怎麼做 後續要怎麼去做他的處理 那當然要講這塊之前 先去談債權人的部分 所以這邊先談債權減損 那債權減損呢 其實上次有人問我說 如果我的應收或應收上款 應收款項 發生要不要做減損測試 就是要不要做資產減損 那資產減損某個程度其實就是什麼 如果我不應收款項 可能我的減損可能是用什麼 背底呆帳 就用呆帳費用啊 所以在應收款項的時候 你所承認的減損 其實基本上我會認為 它是什麼 用呆帳費用來入帳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了債權減損 好 也就是說你發現你收不到錢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衝你的背底呆帳 其實就衝你的背底呆帳 那當然這裡要去談的是說 那你怎麼去承認 你要衝銷的金額是多少 那換言之它不是一筆錢啊 我又一筆50萬的應收帳款收不到錢 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我可能某50萬的應收帳款 我認為有一些部分我可以收到 有些部分沒有辦法收到 那我的帳戶上要怎麼去承認 我的應收帳款的減少 就是怎麼去衝銷我的應收帳款 換言之 怎麼去衝我的背底呆帳的金額 好 以前我們講 你衝銷背底呆帳是很清楚 某一筆應收帳款我收不回來 那我現在要談的這種情形是 我的一筆應收帳款裡面 我可能沒有辦法全部收回來 那我沒有辦法全部收回來的話 我怎麼去承認我的呆帳費用 好 也就是說 我怎麼去承認我的背底呆帳 因為我是採取背底法 去衝銷我的什麼 當我發現我的賬款 很有可能收不回來的時候 我就去衝我的背底呆帳 好 那我的呆帳費用 是期末調整的時候 去調整出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請你看一下呢 我們附錄裡面的第一個部分 講債權 債權減損的部分 那什麼情況之下呢 我會發現我的債權是發生減損了 譬如說 他說有客觀的證據顯示 那譬如說哪些的客觀顯示呢 哪些資料可以觀察呢 第一個就是顧客發生了 顯著的財務困難 或者顧客會在期限內付款 或者是因為顧客發生財務困難 相關的經濟或法律因素 所以給予顧客原不可能考量的讓步 所以這些跟你 我承認的背底呆帳不太一樣 背底呆帳是 我沒有針對某一個客戶特別怎麼樣 而是根據我的以往的歷史經驗 我去做出來的 但像我現在很清楚知道某一個客戶發生的這些狀況了 所以我對這個客戶 我持有他的債權的部分 我怎麼去承認我收不回來的部分 好 這是這邊要談的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談事例十五 好 你只要想說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一定是什麼 你去想我現在這個客戶欠我的金額是多少 就是他的帳面價值 然後我預期 我未來可以收回來的限職 好 通常他這個債 這個債務可能不是很短的時間 所以他會有一個限職的問題存在 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勢力的十五來看 所以既然你只要想說 既然是我的顧客發生的財務困難 那既然是我的債權可能收不回來 沒有辦法完整收回來 所以我一定有什麼 損失 只是我用的是鹹損損失呢 還是背底呆帳 好 那一般來講 好 我們如果你有採取 你有採取背底法 或是你對你的主要客戶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主要客戶 都有去承認我的呆帳 背底呆帳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直接用 沖背底呆帳 好 那其實 那某個性質來講 你沖背底呆帳還是承認減損 其實意義是差不了多少的 因為反映在你的資產負債表 減損失 但你是損益表的什麼 損失的科目會減少你的損益表的經營績效 那你沖你的背底呆帳 情募調整的時候 你一樣要把它調整回來 因為你的背底呆帳 絕對不會在編表的時候 產生戒方餘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勢力十五 所以你只要結合這個概念 就是說 既然它是財務困難 欠我錢的人財務困難了 那我現在基於保全我的債權 我假設不能全部收回來 但是我也希望能夠收回局部 好 一部分 那所以我就是要去看 我有多少收不回來 現在我要去做的是 我有多少收不回來 那我收不回來的部分 就會承認什麼 我的背底呆帳 沖我的背底呆帳 或者是沖我的減損損失 那我們現在原則上 我會比較傾向於是沖背底呆帳 好 因為我的呆帳費用 會在年底的時候 編表的時候再重新去提列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勢力十五 好 它說假公司在X5年1月 向已公司融通資金 然後開了一張公司票據一指 面額是兩百萬 那票面利率呢 就是我X5年的時候 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都一樣 都是百分之五 那這張票是什麼時候到期呢 就是4年之後 X5、X6、X7、X8 X8年10月31日到期 然後我的利息每年支付 每年年底支付 那支付就是票面的 兩百萬乘上百分之五 來的 這是我要付的利息 那X6年底呢 以公司在X6年底並沒有收到 假公司所支付的利息 那當然評估之後認為 他這個票據有發生減損的可能 好 那所以在X6年底的時候呢 就做這個債權的減損測試 然後估計X6年以及 X6年以後的利息 只能收到八成 好 那再來呢 所以表示什麼 X5年他其實有 有按照合約 或者是當時候的約定 這個進行了 所以該付的利息都付了 但是X6年沒收到 那X6年跟X7年、X8年呢 以後的利息我只能收到八成 然後再來X8年底的運收票據呢 本金呢 有可能五十萬收不回來 所以我就要去算 X8年 從X6年底來看的話 就是X7、X8 兩年之後的兩百萬 有五十萬收不回來 也就是一百五十萬 值現在多少的意思 好 那假設呢 X7年底收到X6、X7年 全部的運收利息二十萬 然後呢 在X7年底的時候也估計 X8年的利息 這個也可以全數的收到 然後本金的部分沒有五十萬 收不回來就什麼 四十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X8年底 假公司呢 還是有現金不足 所以先償還利息跟部分的本金 好 那以公司帳上就收到了 利息十萬 還有本金一百八十萬 那我們來從 X6年到X8年 這三年 這假以兩家公司 要做的交易分路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第一個我們來看 就那個以公司 因為以公司是債權人 好 那其實你要記得 假公司不會自己在過時間裡頭 就認為說 嗯 我到時候只要付他利息多少就好了 我到時候只要還本金 還多少就好了 不會 因為就假公司來講 除非他已經有發生債務困難 跟債權人協商 如果沒有協商之前 他基本上 他的賬務處理裡頭 都會按照 當時候的借款合約去執行 只是你還沒有付 該付還沒付 你是承認應付而已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先講 現在假跟以兩家公司 我們要去做 那現在是以公司是債權人 那債權人認為 假公司可能有財務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完全按照 當初的借款的條件去執行 所以我去評估 他有可能什麼情況 可以可以執行到什麼程度 那所以可以執行的程度 跟我現在的債權中間的差 我承認 我的債權損失 好 但是就在物人來講 你心裡上你並不能想說 我到時候借兩百萬 我是打算還他一百五十萬 如果你真的要還他一百五十萬 對不起 你也只要到時候 真的時間到了 那你還他一百五十萬 然後就希望 這樣你貨兩期就沒了 你有經過什麼 債務協商 你有經過債務協商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從X6年底到X8年 其實就以假公司來講 他都沒有去算 我可能 因為我不還那麼多錢 可以有什麼利益 因為就假公司本身來想 他並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想法 原因是什麼 他沒有去跟債權做協商 我只想說晚一點點 到時候我先還起了 兩百萬我先還了一百八十萬 其他我還是會還 只是會晚一點而已 對於債權來講 你現在沒有還以後再還 還是有折現的問題 五年以後再還我二十萬 譬如說他現在這個例子 X8年底 他本來應該還兩百萬 他只還了一百八十萬 但是假公司債務人說 這二十萬我還是會還你 大概五年之後 以公司也只能認了 他只能說你能不能蓋早一點 三年或兩年 但是假公司說對不起 我就沒辦法五年之後再還你 所以以公司交算 五年之後的兩百萬 值現在多少 然後跟現在的兩百萬去 差額來承認我的什麼 債權的減損 那衝我的背裡呆帳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施例十五 這個概念你先有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他的分路要怎麼寫 就假公司債權人 債務人來講很單純 好 債務人很單純 X6年底的時候 根據我們的條件 我們每年年底要付利息 可是從這個文字上面的 這個敘述 其實X6年底 假公司沒有付錢 那沒有付錢 就假公司來講 他要承認什麼 應付啊 他還是有這個負債啊 好 所以它是借利息費用 貸應付利息 那我的利息是多少 兩百萬乘上 是兩百萬吧 兩百萬乘上5% 所以一年的利息是多少 十萬 好 就 債務人來講 好 那我們先講 把債務人講完 這樣你比較不會跳來跳去 那X7年的時候 他說了 X7年的時候 這個債務人才把 X7跟X8年的利息全部付完 所以X7年底的時候 這個債務人先承認 X7年應該付得利息費用 一年都是10萬 在X7年才同時把什麼 X6年的應付利息付掉 好 所以 X7年他承認應付利息 10萬 他帶現金 因為他說了 這個時候他付了現金20萬 好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X8年這個債務到齊了 好 X8年的時候呢 這個債務人呢 先還了當年度的利息費用 10萬 好 還了這張票據 他是票據嗎 應該是票據 應付長期票據 好 本來是200萬到齊要還的 可是我先還180萬 好 就債務人來講 他就是X8年呢 他就知道做這個分路就好了 好 我就看我付了多少錢嘛 就這樣 好 那剩下你說 欸 200萬 你是還180萬 我先擺著 等我有錢再還 我沒有說不還 好 就這樣子 那債權人來講 就比較麻煩 嘿 我就是評估啊 因為我們說了 我的資產 但資產負債期末期期 都要做什麼 就要去做他的公允價值的評估 評價 好 那 所以尤其是資產的部分 我們更是省慎 所以債權人 X8年的時候 對不起 X6年底的時候 他沒收到利息 但是 是經過了一年了 我應該根據我們的條件 合約上面呢 我要承認我的利息收入 好 我的利息收入一年是10萬 好 我應該要承認的運收利息 因為我沒收到 先承認 X6年我應該要有的利息收入 好 那因為我還沒收到錢 就是 借計運收利息 那現在來看 因為X6年的時候 他沒有收到利息 那他也開始什麼 比較 比較穩健 或者是比較 有某個程度來講 就比較保守去評估 這個200萬我到底 最後可以收回多少 那這邊說 X6年底的時候 估計 我以後的利息 只會收到8成 所以你可以看呢 我的利息因爲是10萬 未來我只可以收到什麼 8成 10萬我只會收到8萬的意思 好 然後呢 而且呢 好 而且只能收到8成 而且我X8年底的本金 應該 好 可能會沒有辦法收到 等一下看一下 X6年底 X估計 只能收到8成 而且X8年底 有50萬收不回來 好 那我們現在可能估計的時候 我X6年底的時候 我估計是 到時候 我才會收回來這些錢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到時候才可以收回來這些錢 我的金額怎麼算 因為X X6 應該是什麼 我X7、X8年之後才會收到 所以等於是說 我現在呢 這個 我現在想看 這個它應該沒有講 什麼時間會收到這個錢 那原則上 我們會比較保守的去想說 它等到這個票據的到期日 也就是說X8年底 它才可以收到這筆錢 好 所以看一下 它是200萬 收到5% 所以每年是10萬 未來只能收到8成而已 好 所以在X6年底的時候 能說 我X6年這個時候的 X6年底的 那個8萬 然後未來X7年會收到一次 8萬 X8年會收到一次 所以它會有 為什麼是1加2年 因為這個1就是現在的8成了 因為它現在X6年底估計說 我現在 未來只會收到利息的8成嘛 好 所以 現在的8萬就是8萬 所以我不用算負利限值 但是X7年X8年要啊 好 因為X7年X8年我一共有2年 然後我利率有效利率是什麼 5% 所以我的要去算它的負年金限值 好 這是我可能會收到利息的部分 那再來呢 X6年底的 是我估計 後來我只會收到150萬而已 那150算什麼時候收到 2年之後 好 因為我現在是X6年底啊 所以X7年 X8年 X2年 所以它算它的那個 負利限值 好 2年 所以這是小P 負利限值 這是年金 大P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我們查一下我們的年金限值表 在我們的課本上面的 150幾頁就有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 我的8萬 這邊是8萬 對不起 8成了 這個已經8萬 我先算了 200萬乘上5% 就是10萬 那10萬只會收到8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X6年 當年度 以及後面兩年的 限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兩年 負利限 年金限值 利率是5% 好 兩年期的 它是1.859410 那我們前面還有一個1 所以是乘上2.859410 所以這邊是228753 752.8 就是四捨五入 228753 那麼M加是什麼? 後面的150萬 兩年之後利率5%的 150萬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去查一下負利限值表 好 一樣5%的兩年期 好 它就是0.907029 0.907029 好 所以這邊算出來呢是 限值是150 8萬9千 263 好 也就是說 未來我會收到的現金的折限值 現在的限值是多少 那我現在這個負債 它的限值有多少? 現在的負債的限值 是不是 我現在有一個什麼? 面值200萬 因為 面值200萬 因為它的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所以它的面值就是它的限值 好 然後再加上 差6年 我是不是有一個10萬塊的利息 還沒有拿到? 所以這個債權 在差6年底的時候 我的帳面金額是210萬 那210萬呢 跟100 我現在的限值來比較 這兩個中間的差 就差了510704 這樣看懂嗎? 這個是我現在這個債權的帳面價值 那因為這個債權 我認為有發生的損失 所以我去評估 這個債權未來會收到的現金 值現在多少? 所以算出來 未來會收到的現金 值現在是189263 那跟我現在的債權的帳面價值 中間的差 就是我其實就發生了什麼? 減損的損失 是 為什麼這裡不用考慮 原本的X7跟X8? 有啊 X7、X8在這裡啊 這邊啊 原本200萬那邊啊 原本的帳面那邊? 因為帳面價值200萬 因為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所以從頭到尾 它的限值就是200萬 它沒有限值大於或小於的問題 因為它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所以這個200萬在這個票據 遷發出去之後 它就是200萬了 任何時間點 這張票據的面值都是200萬 但是現在多了一個10萬是 就是X6年底 我沒有收到利息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這個債權的總金額 就是票面金額加上 我剛才收到利息還沒收到的金額 所以210萬 好 那我說了 這個是這個時候 這個是我的債權的帳面金額 但是這個債權我估計 我未來會收到的現金有多少 去折現回來 折現到X6年底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是什麼? X6年底的事情啊 所以我們要去看的是 這個債權在X6年底的時候 它的價值有多少? 帳面上說有210萬 可是我根據未來可以收到的現金 去回推回來 我認為它可能現在的限制 就189萬263 189...158萬9263 跟我的帳面價值中間差了51萬多 那我認為這個就是我的損失了 因為我現在的債權的帳面金額 可是未來我認為 但是我根據我未來可能收到的金額 來算它的折現值就這個 我未來可以收到的 直線的就這樣而已 跟我的證明金額中間的X 就是我的什麼? 我的損失 那原則上我剛講了 基本上我就會用什麼? 我就背底呆帳 好,我認為這些錢我收不回來了 我承認我的備呆 我承認我的備呆 好,510704 那我這邊是產...我的什麼? 印收票據 原來我是用印收票據入帳嘛 好,510704 所以我就把這張票據的債權 從210萬調整我158萬9263了 這樣看懂嗎? 這樣看懂嗎? 好,是 這是指X6年的 老師,那像他題目說 X6年頂帝都會收到假公司所支付的利息 然後他後面下一句有寫 估計X6年頂帝都會收到假公司所支付的利息 然後他後面下一句有寫 估計X6年頂帝都會收到假公司所支付的利息 所以X6年是有利息還是沒有利息? 有啊 X6年還是有利息啊 但是他說估計他的利息以後會收到啊 對啊,他會收到八成而已啊 好,所以拿現在來看八成是多少 所以為何怎麼有個1啊? 因為我現在是X6年底啊 時間底已經在這個時間點了 所以我只有這個時候的八萬就是八萬啊 我現在就算X6年底 這個時間點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這個時候的八萬就是八萬啊 這樣清楚嗎? 好,這樣搞清楚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怎麼算的? 就是說我X6年這個例子裡面 他把從X6年底、X7年底、X8年底 通通寫進來囉 可是你在做的時候你要把它切割開來 好,X6年底的時候我估計 好,X6年底我沒有收到利息 所以我開始就開始省政去估計我這個債權 那我發現我這個債權呢 未來可能收到利息只有八成而已 而且到期了我收不回來兩百萬 我只會收回來一百五十萬 那我就看未來會收到的錢直線在多少? 那直線在多少? 它的折現值就是什麼? 按照當時候的有效利率 我簽發這張票據的有效利率百分之五去算 好,所以我算出來就是只有值一百八十九萬 一百五十八萬九千兩百六十三而已 跟我的帳面價值、債權的帳面價值去比較 我承認我的什麼?債權的減損 所以我有兩個寫法 一個我直接衝我的背底帶帳 就帶我的應收帳款 好,因為我認為收不回來了 另外一個我也可以承認減損損失 帶背底減損 那各有它的好處 因為如果我承認背底減損的時候 因為未來如果它有回升 我可以回轉 在我的承認減損的範圍之內 我可以承認回轉 我可以承認回轉 就像我們出貨裡頭有講 跟我們在講資產的時候一樣 我有承認這麼多的損失 我才可以回轉這麼多 那這個地方跟我們的資產比較不一樣的是 因為資產我要提列折舊 所以我說我的回轉之後的 帳面金額不能大於從頭到尾都沒有 這個減損之下的帳面金額 所以在資產減損回轉的時候 它有這樣的一個限制 但是負債比較沒有 因為負債它基本上是沒有 會去做成本攤銷、更攤的問題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這邊算的 跟課本上面只差一塊錢 它是189296,我是189263 好,差一塊錢了 好 這邊好像 這邊好像錯了 這邊是差,這邊是707 對不起 這個金額跟這個金額的差 我怎麼算算好像有點怪怪的 210萬 減掉1589263 所以是510737 好,這邊數字我寫錯了 7137 你那些資本課本一樣 你是打字嗎? 蛤? 1589263 1589263啊 課本是264吧 296 296 那我有沒有算錯 對不起,是我按錯了 可能我寫了 轉過來以後就忘了 就把它寫錯了 因為我可以算出來 現在算出來是189296 好,對不起,這邊呢 我現在再按一次是189296 就跟課本一樣了 好,就跟課本一樣了 所以這邊呢 就跟214 差了51 所以我剛剛是寫對了 只是我這邊應該是寫錯了 所以還是什麼 704是對的 所以應該是我算的時候就算對了 只是我寫過來的時候寫錯了 只有我剛剛是直接算對 就是金額跟211寫錯了 去相檢之後得到的是510704 好,所以是我這個地方寫錯了 好,未移了 這種錯誤 好,這是第一個 好,因為原則上呢 我就說了 唯一這邊呢 你也可以寫 你也可以寫戒在權檢損待背底 或者是累計減損 或者是累計減損 也可以寫累計減損 或是背底減損也可以 好,但是另外一種寫法就是 我既然有承認背底呆帳 我直接衝我的背底呆帳也可以 好,這有兩種寫法 但是呢,這兩種寫法其實對 爆表來講其實是都一樣的 好,影響都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呢 那個 X7年的時候 好,X7年的時候呢 在權人呢 收到了20萬的現金 好,X7年底呢 收到X6年及X7年全部的利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收到的時候 我的分錄 欸,對不起 我這邊可能要 好,就是X6年底的 好,X7年的話呢 我寫到這邊來好了 這個課本也有啦 好,X7年12月31號 在權人收到了現金20萬 好,那我這邊呢 當然20萬裡面 有10萬是X7年的利息收入 另外有X6年底的印收利息收限 好,這樣看懂嗎? 好,我先把X7年的時候 債權、債務人付的20萬 我先入賬了 好,入賬的時候呢 有一個10萬是X7年 當年度的利息收入 另外呢 有10萬是X6年 我是不是先承認的印收利息收限 好,那現在我們要針對 這個債權 再去做什麼?評估 好,它評估的結果 它是說 X7年的時候呢 估計到X8年 我的利息可以全部收回來 那我的本金有40萬收不回來 好,所以你可以看 我X7年的時候呢 我去做這個未來的 這個債權、運收票據的限值 就是它的去重新去評估 那未來呢 我有我這10萬塊全部收的回來 好,這是10萬 X8年的當年度的利息 然後再來X8年呢 它回收不回來 它還有什麼? 本金會收回來160萬 好,我一年之後 我會收到170萬的現金 那我就去算 170萬的現金直限在多少 因為我這邊就不用對算年金了 因為它只剩一年 X8年而已 好,那X8年一年之後 我會收回本金是160萬 所以這兩個金額去乘上 小P 負利限值 好,然後呢 就一起的5% 好,看看它的限值是多少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170萬去乘上 170萬去乘上 負利限值5%一起而已 好,所以我們查一下 負利限值 0.952381 0.952381 所以是等於1619048 好,看到了嗎? 好,未來我會收到的現金是170萬 這170萬就是 X8年的利息10萬 以及X8年本金200萬 我預期可以收到的是160萬 所以一年之後我可以收到的現金全部是170萬 那一年之後的170萬 直限在多少? 好,那因為它的有效利率是5% 所以我們去查一期之後的5% 算出來這個時候的限值是1619048 跟這裡來比較 好,1619048是我X7年底對於這個債權 我認為它的限值價值有這麼多 但是我X6年的時候我認為是這麼多 所以中間我會去回轉它 所以我這邊跟1589、296去做比較 好,等於說我到時候我認為我的債權收不回來 我的債權是1619048跟1589、296 1619048-1589、296 是不是有回轉? 回轉了29萬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一下它這邊是40萬會收回來 然後我的本金有40萬收不回來 那一年之後 所以看一下那一年之後我的限值是1619048是對的 好,對不起,我的債權的帳面金額這裡啦 我的債權的帳面金額這裡本來是已經調成為這個金額了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要收回 我有中間有收回了這個應收利息跟利息收入的金額 所以等於說呢 我這個債權有收到利息的這個部分 就我這個部分也要回轉回來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我已經有收到 因為你可以看嘛 我這邊的金額是有一部分的利息 我是收到10萬 好,那而且我是收了兩息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看我回轉的債權有多少 那我這邊回轉的債權呢 我們看一下呢,它回轉的債權是 這邊的金額,我想想看 我該怎麼寫 我現在這邊是不是承認的 背底帶帳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對不起,這邊我承認的利息 我這邊應該承認的損失 所以事實上我的利息收入 等於是我這張債權的帳面金額乘上5% 因為我前面承認的減損損失 所以我這個債權的限值只剩下這個金額 乘上它的票面利率 乘上它的市場有效利率 我承認的利息收入,回到我們前面講 我的利息收入是不是承認 我的帳面金額去乘上它的有效利率 是我承認利息收入 所以這個地方 我這個地方還要做一個分錄 好,這邊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一年之後170萬是1619048 這沒有問題了 好,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這裡是不是 我有這個分錄 原來我的分錄怎麼寫 我是不是先把我承認的背底帶帳 我把票據減少了 或者是像課本上面寫的那樣的話 我是不是減損迴轉 應收票據這個地方 我現在應收票據只有值這麼多錢 好,那如果到時候我收回來的話 我的應收票據是不是要提升 所以我這邊這個分錄裡面呢 我要去寫我的應收票據 對不起這裡 因為我要把應收票據的價值提升 好,也就是說 我剛剛這個機能裡頭 我才會乘上5%的利息 1589296乘上5% 所以我的應收票據 要提升79465 好,這邊我們來講一下 就說我剛剛已經把我的票據 從200萬減少為189296 如果我沒有把189296 就目的就是要讓我這個189296 到期的時候是有170萬 就要把它墊高 因為我到時候我在差7年底的認為 我差8年可以收回的是170萬 所以我要把我這張票據的價值 逐年的墊高 差7年要墊高一部分 就是把它迴轉一部分 然後差8年再迴轉一部分 這樣聽懂嗎? 這樣聽懂嗎? 是啊,那你的方法跟課程 應該是一樣啊 所以我這邊剛剛寫利息收入 所以基本上來講 如果我剛剛講說我這個利息收入 我的利息收入是根據我 再差6年底已經調整的帳面金額 乘上5%來的 好,所以這邊的利息收入 我按照當時候的那個票面金額去算 就不對了 因為我現在的帳面金額只有 我當時候是200萬 乘上10% 我的利息收入 可是現在我已經把我的債券 在差6年底已經把它調整為1589296了 所以它的價值就這個金額 就像我們公司債的調整的時候 我的利息費用是不是帳面金額 去乘上有效利率來的 那我現在債券的只是相反而已 我是利息收入 那我債券在差6年底的價值 是這個金額 所以我承認這個金額去乘上5% 就是我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這邊會有個利息收入 好,我的利息收入金額是多少? 其實就是這個金額乘進來的 79465 好,然後呢 我這邊有一個 因為我前面是為的應收利息 訂收利息有10萬 對吧? 但我現在收到的現金 因為債券人還是收到的現金是20萬啊 所以中間我就會什麼? 我就會有債券回轉 債券損失的回轉 也就是說我這邊的背底單上 我就要回轉一部分進來了 第一個我們的 好,你可以看一下 X6年底 我們先看課本上面的562頁 我是不是有個看債券人的部分 X6年我是不是有個應收利息 這應收利息是不是在我的X7年底也收到了 所以我是不是有一個X6年他把應收利息整個回轉回來 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對不起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這個X7年做這個分錄的時候 我就是把應收利息整個併進來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沒有應收利息了 好,所以這個分錄裡面 也可以這樣寫啦 好,也許這樣寫會更好一點 就像課本上面 我把應收利息整個併到我的 票據的債權 債權的金額裡面就好了 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等於是 我的背底債上有這麼多沒有錯 然後我的應收 我把應收利息充掉好了 好,像課本上寫也好啦 因為整個就是併到我的債 票據債權裡面 所以我這邊有10萬的應收利息 所以我這邊變成40萬 41萬704 那如果我這邊沒有應收票據 那更好 沒有應收利息 那就更清楚了 因為我沒有收到應收利息 因為利息已經併到這裡面來了 這樣看懂嗎? 好,所以 這邊呢 我剛剛一直在想說我的應收利息單獨 可是事實上我在算它的限制的時候 我把利息已經併進來了 所以它等於應收利息 當我在承認它的債權損失的時候 我就把應收利息也衝銷掉了 已經全部跑到我的票據債權裡面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清楚啦 就不用單獨再去算那個應收利息 因為等於它把它併進來了 這樣會比較好寫我的分路 這樣看懂嗎? 也就是說 我現在是不是把X6年的利息 也算在我的債權的帳面金額裡面了 它的限制裡面了 好,所以它的限制 有包括X6年當年度 可能收得到的利息的金額 然後來跟我的債權做比較 然後我的損失是510704 那510704 我直接把原來的應收利息把它衝掉 好,所以呢 我整個把應收利息衝掉之後 剩下就是我衝我的應收票據 好,就是我認為收不回來 因為我整個收不回來 是510704沒有問題 只是我在分路的時候 我把原來的應收利息避掉了 然後全部都跑到我的應收票據的帳面金額 就是我的限制有這麼多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我的應收票據 因為人家想 我要讓我的應收票據 按照我X7年底的評估 我X8年的時候 我的應收票據要回到170萬 因為我現在是不是X7年底的評估 我未來可以收到的金額是170萬的現金 對不對 對吧 可以嗎 再說一次我就說 我要讓我的帳面金額 這張債權 票據的債權 到期值 等於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 我現在是不是在X7年的時候 預估我這張票據的到期 我會收到170萬 所以等於說 我要讓我這張票據 現在是1589296 再加某一個數字 然後呢 這是我的X7年的票據的帳面金額 然後我去乘上0.5% 加上某一個數字 要等於170萬 你看 也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金額 這是我的利息啊 這個地方算出來 是我X8年的 要承認的利息收入 這是我要承認的利息收入 然後加上 它的到期要還的金額 這等於是 它的金額會等於我要 到時候是不是收到了170萬的意思 這樣聽懂嗎 就有點像什麼 回憶一下 我們當時會講說 我們的公司在做攤銷表 我攤銷表攤到最後的到期日 我的帳面金額 是不是要等於我要還款的面值 對吧 好 那我現在認為我這張債券 這個債券 這個債券 會還款在X8年底的時候 會還到的是170萬 因為本金160 再加上利息10萬 所以我會還到的是170萬 所以換言之你要把它想成說 這張票據的到期值 所以這邊有X8年的利息 再加上它要原來的帳面金額去還的 要等於170萬 好 這樣聽懂嗎 你就把它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債 公司債的攤銷表把它連結在一起 我們的公司債的攤銷表 是不是 我的攤銷最後帳面價值 要等於我的到期值 概念是一樣的 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在X7年的時候 評估X8年的到期值就多少 170萬 因為它會還的本金加上它的那個利息就170萬 這樣有沒有不清楚 這樣現在你先把這個跟我們的公司再把它連結在一起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現在是1589296 然後加上我現在是不是我的利息 我的利息是79645 所以我現在的債券的這個賬面金額是1668941 那因為我要收到了現金20萬 好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我現在收到 應該是把它分成兩個階段好了 好 我先承認利息收入把它加進來 然後我再來借現金 帶應收票據 因為我現在是不是要收到20萬 所以應收票據原來的這個金額 是不是要加上一年的利息 5%的利息 然後我現在因為我有收到20萬的現金 所以我的債券的這個時候的賬面金額是減在20萬 所以是1468941 所以看一下呢 課本上面的562頁 好 562頁是不是 X7年底我的債券的賬面金額就是1468941 先把我一年的利息收入承認進來 那我收到的就是怎麼樣 我的債券的賬面金額會減少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我的債券的債券的賬面金額 原來是1589296 是因為我從這個分路已經把它調整下來了 好 然後呢 我現在把一年收到的利息是把它墊高了 好 所以我現在是承認的是 所以你看它的562頁 它的計算 它的這個計算裡面 它是不是先寫出來1589296 加上79 79465 就是一年的利息 那我收到20萬 所以我的運收票據的債券就會減少 所以運收票據在X7年 我承認了一年利息再加上 我收到20萬之後 我的債券的賬面金額是1468761 那一年之後的170萬值現在多少呢 就是1619048 一年之後收到現金170萬值現在1619048 跟我的債券現在的146 1468941來比較 我是不是等於我回轉了 就是我的損失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這邊說我的債券回轉利益有15萬0187 好 所以是1619048 然後減掉呢 我是1468761 所以我回轉的是150287 好 所以X7年底 我除了承認這個分路之外 我還要把什麼 我還要把我的前面所承認的減損把它回轉回來 那前面的減損把它回轉回來 如果你這邊是借背底呆帳的話 你接下來回轉的時候你是帶背底呆帳 就是我沒有你發生的充銷的賬款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我再把它 你原來你的分路如果寫這個 那你就要代替背底呆帳 原來我賬款的時候 我認為我發生的減損損失的時候 我是用充背底呆帳 那我減損減少的時候 我沒有損失那麼多 也就是我呆帳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那我要把它什麼 借貸背底呆帳 所以這個分路你要看你前面怎麼寫 那如果像課本上面它是前面是寫 看一下 債權減損 那前面債權減損 那我後面這是什麼 回轉利益 所以接下來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是不是有債計回轉利益 減損回轉利益 15萬零287 那就是說我把我的運收 這個票據的帳面金額 從剛剛的14 已經收回來的1468761 調整為1619048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X8年的做完 好 那X8年的時候呢 我全部收回的是10萬的利息根 好 我收到的是這個金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X8年底 債權人 好 我一樣收 但第一個 我先要把我的運收 運收票據做調整 好 運收票據 我是不是做了這個分路 已經把它調整為1619048 對不對 第一個 我這邊有做了回轉 好 這邊沒有把它寫完 我做了回轉 好 我做了回轉之後 那我一樣啊 接下來 我X8年的利息收入 我可以承認利息收入 是不是 從我的帳面金額 去乘上 就等我的帳面價值 去乘上它的市場有效利率 去承認它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是擔心我的利息收入 好 先把它調整上來 所以你可以看1619048乘上5% 所以我承認的是80952 你看好 如果80952加上1619048 是不是等於170萬 這個數字 再加上我前面已經把它調整為1619048 是不是加上 這是像我這邊寫的 你加上 我這邊是 當年度是承認的是利息 然後再加上我回轉的金額 我現在這邊我已經是把它回到1619048 好 乘上5% 所以這個金額 就會等 就是我當年這個利息 然後加了這個利息之後 就會變成是170萬 就原來這個金額1619048 加上這個利息 我這邊已經把它調整成這樣子 要等於170萬 好 所以 我這樣做了以後就是170萬 但是我收到的現金是多少 我是借現金 190萬 對不對 他是不是收到 現金是190萬 好 那我的運收利息 應收票據 OK 我是不是做的這個分數是回到170萬了 有沒有 剛剛我是不是講說 我承認了這個票據 然後又收回來 20萬 然後我又做的 減損損 債權的回轉利益 減損的回轉 所以是不是回到1619048等於170萬 一年之後的170萬 值現在就是1618 1619048 所以我把1619048 乘上一年的利息 就回到170萬 應收票據的 帳面金額回到170萬 我應該用T字帳來表示一下 好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後面找一個例子來做好了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這個換來換去你就會比較容易混淆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的是 我回轉了 對不起 應收利息 利息收入是這樣 利息收入 你要看一下 我對照一下好了 我不一定要完全跟他一樣 因為是同一天做的 我先把我的應收票據 借應收票據帶利息收入 我把應收票據回到170萬 那我170萬 可是我收到的現金是190萬 那我跟應收票據這個時候 我的帳面金額裡面的 他說呢 我現在是原來是認為是 看一下 我認為 我這邊前面原來是承認的是 160萬 我前面在做這個的部分的時候 是 X8 X7年底是不是我認為我未來的 本金會收到160萬 所以我把應收票據先回充160萬 應該是我要回充170萬才對吧 因為我已經把應收票據 已經是承認為170萬的價值 但是我現在呢 因為他的本金的部分是160萬 160萬 但是我現在還 我現在把應收票據回到170萬 就等於我承認的利息收入 所以這邊應該是借 借利息收入 然後帶我的應收票據是170萬 然後呢 我再把應收票據 好 應收票據這個地方呢 我是不是回到170萬 我現在應收票據全部170萬 原來 我這邊是不是跟你講述 已經說我的應收票據已經調整1619048 應收票據 1619048 那我現在借一個這個 80952 如果你完全按照原來的預期的話 我就是收170萬就全部完了 對不對 如果我X8年底的結果 跟我X7年預計的完全一樣 就是我X8年會收到10萬的現金 那我的本金只會收回160萬 所以我全部是不是就充完了 但是現在我收到的金額是190萬 因為它是不是付了現金利息10萬 加上還本金是180萬 我全部收到190萬 那190萬先充掉的那個應收票據的170萬 我账面金額只有這一個 所以剩下的就是什麼 我的迴轉利益 或者是我的背底呆章 就把我的背底呆章 就把我的背底呆章 要把它衝回來 20萬 只是這樣寫有比較怪一點點 因為我的背底呆章 基本上是 如果分開寫不過 借信金在背底呆章 這樣有點怪 這樣寫是比較有點怪的 我剛剛是有講說 如果你前面是背底呆章 我後面的就是帶背底呆章 我沒有損失那麼 我呆章沒有發生那麼多的時候 我是帶背底呆章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啊 我原來認為我只會收到170 結果我現在收到190 所以我是充磨的背底呆章 這是一種算 就是一種分路的寫法 所以前面配合你前面 如果你前面是寫背底呆章 那你後面整個都是跟背底呆章 直接去衝它就好了 賀科目 那如果像課本上面是 前面是寫債權減損損失 後面可以承認回轉利益 減損的回轉利益進來 好 這是課本上面的例子 好 那這個例子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 它有發生預計的 跟後來發生的結果不一樣 然後說一直再去做一些調整 好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